週三 埃斯剛剛在敘利亞發動自殺時炸彈襲擊 但彭斯的講話表明 埃斯大勢已去 而美國撤軍敘利亞 是因為美國全球戰略的轉變 彭斯強調 自從蘇共解體後 中共利用債務外交和不公平貿易來擴大影響力 而無視50多年來 世界維持安全和繁榮的普世價值準則和規範 川普政府上台後 加緊了對世界流氓政權的施壓 除了將加大力量打擊中共 美國也不承認委內瑞拉的社會主義政府馬杜羅政權 而可能支持被馬杜羅拘禁的 該國國民議會議長胡安·乖伊多 我們也有穩定的權利的人選擇 我們已經擁有困難的新政策 新唐人記者李紫玉綜合報導 尷尾